中秋连假到来 本次共有三天的连续假期 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分局 为了维持玉里、复里、浙溪三乡镇交通顺利 连假期间将在辖内重要的路段执行交通疏导 另外为了维护行人的安全 对于辖内易造势的路段 也采取不定时执行稽查 针对各种违规太阳列为执法项目 以创造优质友善的交通环境 112年中秋连续假期来临 这一次总共有三天连续假期 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分局 为了要维持玉里、复里、浙溪三个乡镇的交通顺畅 连假期间将在辖内重要路段执行交通疏导 另外为了要维护行人安全 对于辖内易造势路口 也采取不定时执行稽查 针对各种违规太阳列为执法项目 以创造优质友善的交通环境 9月29、30及10月1号 为本年度三天的中秋连续假期 由于本次中秋连假与国庆连假相近 因此预估整体交通应该会顺畅 那这里也呼吁驾驶朋友 驾驶车辆请注意速限不要超速 另外喝酒也不要开车 那行进路口更应减速慢行 玉里分局长林俊廷表示 中秋三天连假返乡过节的民众 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 并且也要遵从警方疏导作为 最后也哭口婆心提醒酒后 绝对不可驾驶交通工具 请务必找代价 亲友接送或者是搭乘继承车返家 切勿害己又害人 切记酒驾代价之高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